一天崩尾系 渾身被禁 嗨大家好 我是Dun 這次要聊的遊戲是超多變化性 超級好玩非常推 非常有趣的Rockline類型遊戲 Headis 有Super Giant Games開發並發售 發售平台於PC Steam Apex Switch上 Steam發售日期於2020年9月有簡體中文 Steam售價為378元 因為時間則看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Steam評價為壓倒性好評 遊戲其實很早就有EA版本了 那時這遊戲就很紅很火 我也看到一些文章介紹 我很想玩啊 我也想分享給大家啊 我快要按捺不住內心那股慾望了 但還是忍了下來 畢竟遊戲還是EA版尚未完全 看起來這麼好玩的遊戲 不能一口戲玩到完全版感覺就很可惜 所以一直忍耐著 等到完全版出的時候再購入再遊玩再介紹 如今現在 就要前幾天9月17那時 遊戲正式發售 系統等等 那遊戲故事是在說什麼呢 我們的主角 札格列歐斯 冥界王子是死神黑帝斯的兒子 但主角不知道怎麼了 突然脾起來 很想逃出冥界逃離黑帝斯的掌控 但黑帝斯不准啊 你可是要繼承我一波的人 你如果逃出去 誰來分擔我這繁忙的工作呢 要知道每時每分每秒都有人死亡 而身為死神 得要跟一明明死人聊天彈心來審判 很累的好嗎 於是黑帝斯在地牢裡派上重重威兵 就是要阻擾冥界王子的逃離 但是黑帝斯的先棄 就是波塞頓雅典娜這些人 都很贊成王子逃離 甚至還會幫助你 是以王子力量來讓王子的戰鬥力大大增強 也看這些眾神就是在旁邊看熱鬧來亂的 就是要讓黑帝斯煩惱的啦 但在逃離的過程中 與許多人對話這才知道 原來王子還有個神母就在反戒 但是王子從小到大都不知道這件事 也沒有從他爸爸黑帝斯那邊提起 這讓王子更堅定逃離冥界的決心 要去找他媽媽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離開我身邊 為什麼要離開冥界 遊戲就這樣開始了 那一開始人拿的武器共有六種 分成劍、矛盾、弓、拳套與槍 每種都有不同的攻擊、節奏與玩法 也有一些特殊攻擊能夠使用 像是矛、普攻就是往前戳戳而已 但是你若蓄氣就能大範圍很少攻擊 也能瞬一時普攻就會有小型劍氣 往前飛造成小範圍AOE傷害 而毛的特殊攻擊是 把毛丟出去再收回來 將造成二次傷害的遠程攻擊 那像是弓這把武器的玩法 就會截然不同 弓的普攻是要蓄力的 蓄力越久攻擊距離就越遠 而蓄力到一個節奏點放開攻擊 就會造成強力傷害 很痛、傷害也很高 也能瞬一時普攻造成瞬移攻擊 而弓的特殊攻擊是射出一整排劍的AOE傷害 上手難度會稍微難一點 因為蓄力的關係需要有節奏的掌握 那選好武器 進到遊戲裡除了武器本身的攻擊系統之外 主角也能夠使用地獄之魂來造成遠程攻擊 這地獄之魂如果攻擊到敵人 就會附身在敵人身上 如果要收回的話 就只能打倒這敵人 或者過段時間地獄之魂就會掉下來 再過去撿來繼續使用 那一開始主角的地獄之魂只有一個而已 攻擊也只是單純的遠程攻擊 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 但經過強化 這地獄之魂就能擁有三個 而地獄之魂也能變成類似標記的功用 只要攻擊擁有地獄之魂的怪物 傷害就會獲得增強 打Boss很好用 那在關卡裡邊 會有眾多怪物生出來向你淹沒 只要打倒這些怪物就會有關卡獎勵 那關卡獎勵的選擇就是在關卡前 會有複數的門來讓你選 看你想要獲得金錢 寶石還是眾神的強化 武器本質的改變等等 都可以在門前選擇 門後打倒怪物獲得 不過這些門大多都是一兩三門給你選而已 蠻隨機的 那眾神的強化有分為9種類型 對應9種希臘神 每種神色強化效果都不一樣 像是咒斯咒斯的強化效果都帶雷電 像是普攻會有電擊擴散傷害 或者迴避時帶有電擊 被敵人攻擊到時電擊反傷等等 該電的都電一電 清怪效果特別好 遇到群怪時就像是開無霜一樣 玩起來很爽快 那雅典娜的強化效果是以反彈為主 類似普攻反彈 迴避反彈 被攻擊到時反彈等等 雖然看似雞肋效果 但其實很強大 有時站在敲怪中 旁邊就會有小兔仔子在那放冷箭 遠程攻擊你 或者有一大群怪都在遠方施放法術攻擊 這時反彈效果就顯現出來了 你攻擊我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全都還給你 而神刺強化可以擁有複數 九種類型的神刺有以推怪為主的 施放毒素攻擊的 增加暴擊機率的 越到後面那強化效果疊起來可就不得了了 組合起來造成的效果出乎意料 那強化也有改變武器本則強化 給你三選一的選項 讓武器系統發生改變 比如玩毛毛的特殊攻擊式 把毛丟出去再收回來的一去一反的兩次攻擊 取點是毛丟出去的時候 如果沒有收回來 那你的普攻就會卡一下 要等毛收回來瞬間才能攻擊出去 那有本質強化就能讓毛丟出去發生爆炸 造成小範圍AOE傷害 也不用等毛收回來就能參快了接技 此時玩起來就跟玩弓有87%像 站在遠處丟毛就好 那像槍的本質強化 槍的特殊攻擊是能丟出一顆蛇耳丹 而如果強化下去就能丟出5顆水流彈啦 雖然攻擊傷害會降30% 但現在容錯率特別高 看看它的範圍隨便丟 隨便中無腦滾鍵盤就好了 此時你的省式強化 那麼多是強化特殊攻擊的 那玩起來會特別損壞 玩起來就跟鬼一樣喔 但是就算你強化這麼多 不幸死亡 失去game over這一局結束 強化效果就會不見 不過不用擔心 你還是會有或多或少的資產收穫 沒有資產能帶給你不同的強化效果 而這些強化是永久帶給你的 像是寶石與鑽石強化 能帶給地層內的結構改變 比如你原本敲地層內的平平罐罐 都是敲爽的 沒有任何收益 但是強化略奪 這些平平罐罐敲碎了 有一定機率會掉金錢 或者獎勵變好等等 讓你的資產累積能夠更加快速 而也有黑寶石強化 一開始會給你4個強化效果 想要更多選項的話 就得在地層內打鑰匙來解鎖 而這些強化能帶給你體質上的改變 只上一次 但也僅僅只有一個房間一次而已 算是兩種類型的方向取捨 而在關卡內能夠獲得蜜露或鮮酒 這東西是要送給別人的 不管是誰都可以 希臘眾神也行 他們會謝謝你送他們東西 你上網來他們也會送你信物 除了你爸黑帝斯 他會笑著把禮物收下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加夭壽喔 那道具我打得要死要活 送他啊不就很理所當然 迴禮不給我就算了道具還給我啊 好吧 他是死神 他是主角他爸他最大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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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眾神的迴禮是星物 在關卡開始之前 我們可以裝備星物 給自己增加一點被動能力 比如增加傷害 迴避 血量 金錢 等等 那這星物也能夠強化 只要攜帶星物 闖過越多關卡 星物就能進化 最多進化3次 那星物也有稀有度的分別 最下面有6個秘密產品 非常難解鎖 解鎖要有條件 如果不看攻略的話 很難開出來 而武器開始只有大劍能夠使用 但你全部用鑰匙解鎖武器出來 就能順帶的解鎖武器強化 每武器都能擁有3種類型的玩法 而我們能夠使用泰坦之血來強化 這泰坦之血只有打過BOSS才會掉 非常稀有也非常難強化的系統 但強化出來的玩法也會隨之改變 那你打通一輪之後就會解鎖燃燒機制 這燃燒是給你增加難度用的 像是剛剛講的泰坦之血只有打BOSS才會掉 但是只會掉一次 想要再次獲得的話 就只能提高難度 獎勵就會全部刷新 稀有獎勵就能再次獲得 這會讓你越挑戰越難越有挑戰性喔 好啦簡單介紹就到這邊 遊戲玩起來隨機性非常高 從你的武器選擇到省事強化 都能帶給你不同的玩法 而且最令我佩服的是 遊戲的所有隨機性都是往好的方向前進 並不會出現那種你玩法師卻掉大劍 玩弓箭手卻掉法杖 這種莫名其妙的浪費你時間的鳥事 裡面種種所有的選擇都是實實在在的讓你變強 讓你感覺有在進步 讓你玩出你自己獨有的流派 像是我第一次通關就是靠拳套的第一類型 增加迴避機率 本次強化盡量都選賀爾莫斯的增加迴避機率 對沒錯玩的是迴避流派 靠賽玩遊戲輕鬆又有趣 第二招我閃不過沒關係靠迴避就行 就這樣硬是靠賽打通第一輪 沒辦法啊遊戲很難啊 我到後面超級絕望打都打不過 果然玩遊戲還是要靠賽 不靠賽那你玩什麼遊戲對吧 好啦那這麼好玩的遊戲有缺點嗎 有的有兩點不多就是了 第一點就是與人對話的對話框 玩的時候有兩三次因為說的話太多字都超出對話框了 導致比較難看懂 但這問題是還好小缺點而已 而比較大的缺點就是比較濃 光遊戲劇情想要完全了解的話 聽說要通關10次左右才能了解主線 我是不確定要不要通關這麼多次啦 因為我通關兩三次左右就感覺飽了 主線也是一隻半解而已 那再玩下去的話感覺就太多了 等以後有機會再回來玩這樣 不過遊戲還是非常推薦 遊戲的遊戲性非常厲害 種種的隨機性強化項目加起來 毒性很強 容易讓你一場接一場的玩下去 等回過神來天都亮了也有可能 新一款精神時光無遊戲啊 雖然劇情要補完比較麻煩 但這也很好解決就去YouTube補就好 或者去巴哈看別人的分析也行 畢竟遊戲玩過頭也是不太好 好啦 那我是Dunno 這一期的遊戲介紹就到這邊 每個星期六晚上7點半 准時一部遊戲介紹影片 如果找不到遊戲玩的人 還可以過來看看呢 那我是Dunno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完成了 還有任何問題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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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